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4 黑騎鳥 上一集我們在拿鎖招募了20個船員之後 跟班傑明和尼哥德爾一起出來航海 然後攤壞了一艘好不容易找到了重反船 然後上去殺了5個船員 之前有關照過的反應說我的 測客教條錄音的部分都只有單邊有聲音 用耳機聽的話很不舒服 所以我研究了一段時間把設定調好了 從第一集開始被放心的使用耳機 來開火 看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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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船員像你自己 但白不一樣在我們的目標 我們願意取消所有的你負 也沒有傷害 只會遇到任何人 只要他保持平衡 是清楚嗎? 不要殺我,先生! 我有家,我求求你 有人說英文嗎? 英文! 少許 有了 哈哈哈 只有一個選項啊 不用問吧 現在前方的紅臉就是海軍要塞 我們上一次出現在直線行動裡面的任務 先來介紹一下什麼是要塞 在一個充滿撕裂者西班牙海盜 加勒比海盜的地方 歐洲各國也經常在這裡開展 防禦公式幾乎是所有存在必備的建築物 著名的例子有 甘龜島 一流賽拉 殖民地城堡 瓜里科角 金赫羅 瑟拉尼拉 夏洛特 娜瓦薩 康托爾 吉巴拉 克魯之角 好多喔 好多喔 既然都出現在我們的之間行動裡面 你去把他解決掉吧 先去把後面那個水手救起來 他攻擊範圍好大喔 你曾經夢想過大大大大嗎 一船 這麼充滿銀和銀 就直接斷在船上 確實 但這只是夢 每個人都希望找到一堆堆的銀 沒有公司 他們都很難以為真正的 基本上他雖然打過來 但又沒有什麼傷害 跟我一樣在射程之外嗎 其實還好 其實還好 我怎麼痛 看起來我好像持續保持前進的話 他就打不太到我 打爆一個 到範圍外了 我看就這樣子 就是沿著這個島 繞一圈 然後 再攻擊一次 再攻擊一次 打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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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攻擊力都還好 再停一點就換我反擊 打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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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痛 喔 這太痛了吧 我快要死了 還有兩座 不該減速了 繼續前進的話就沒事了 剩下那個最棘手的 我現在這樣子 再開回去 直接這樣轉回去 把那個大槍應該就好 讓我再爆啊 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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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這場 我才算是一人 我才算是一位 大那 我們在哪 搶兩三艘船就可以航行一年喔 剛剛都沒有注意看他們到底講什麼 我們離那個城堡也太遠了吧 我找到了一個獎子讓我生命 我會成為王國的印度 我們來到 Nassau 讓我們離開 我們離開來的王國 我會成為王國的土地和祝福 神經病 讓那個夢想走 Nassau是個地方,不在英國 你曾經想過大賤? 一個船 充滿銀子和銀子 你直接舔到家裡嗎 當然,但只有一個夢 每個男人希望找到一堆堆的銀子 沒有公司的家人 這帶的刺客真的好奇怪喔 買腦子都是錢 經過一段時間的航行 我們已經接近城堡了 前面有一艘愛世的小船 再搶他一搶 我們可以航行一年 把他們放進去 把他們放進去 給他們安寧 麻煩你們 全玩發了 我們先明明 拿他們 要再等一等 別這麼誇張,到你擋住 我在想會不會是小的船都不能登船 我想這次還是使用相同的策略 開過去,然後沿路攻擊 等於是我們就不要再停下來 避免那個中間那個打特別痛的 射了兩下我們就死掉了 你自己不會不斷 為了影響 自己的射擊 如果我被拒絕 你不斷 好,開展 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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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第一次的進度跟上一次差不多 我想就不要繞一整圈了 直接在這邊迴轉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反正左邊右邊一樣 一邊右邊 一邊就走 衝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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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牧場可不可以打得到 火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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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潛入喔 重複好了看起來 有像可以爬了斜坡上去 應該可以吧 封鑶!封鑶! 封鑶!走! 封鑶! 封鑶!封鑶! 封鑶!封鑶! 封鑶! 刺殺要塞指揮官 沿路下進去吧 一開始就遇到這一隻 沒關係 只有一隻好隊伍 誒? 刺殺模式 又是刺殺模式 會不會其實我不用跟這些人打 剛剛也短暫的進入匿名狀態 刺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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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真的不用誒 他們有個碎片 先去拿吧 應該是從這裡過去 奇怪怎麼轉不回去 我還要回去拿另外一個寶箱誒 指揮官應該是從這裡這樣爬上去就會看到了吧 在下面 這樣簡單啊 這樣簡單啊 換修件 掰掰 嗨 前往戰情室 先拿寶藏 這樣看起來 戰情室應該是下面 我還以為戰情室會多難攻略 這一個人 黑騎 這地方變海盜了 黑騎 黑騎 原來攻略一個城堡之後 地圖就會亮起來 然後 顯示那邊所有的東西 有傳奇船隻 然後 有碎片 有寶箱 還有 平信 這什麼 錘頭砂 我看完先去傳奇船隻看看好了 有很多錢 在愛的話很愛錢 我們幫他實現一下夢想 我們幫他實現一下夢想 欸?傳奇船隻勒? 不見了喔好吧 我只好 再去把碎片拿一拿吧 隨便看能不能再搶幾艘船 我知道 不太難理解這跟刺客有什麼關係 我單靜不不太能理解這跟刺客有什麼關係 他仍然活着,我认为 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放在顶线上 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放在顶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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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 由于 貓島 這裏也有一個 我看先去把東西拿一拿好了 上面的寶箱 這邊還有瓶醒 前進速度超快 不知道船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快 前進速度超快 不知道船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快 又發現了一艘船 抽襲 哈哈哈哈 這裏也寫了 登船 欸不行 真的不能登船 欸不行 好吧 有沒有發現一艘 好險沒有死 再打一圈應該可以 沒辦法他快要爆了欸 再打一個 可以嗎 可以成功 小天真的反位不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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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樣就搶一艘船 其實還蠻輕鬆的 我的船都已經好了 不知道可以修補什麼 補彈藥嗎 我還是不知道 怎麼用迴旋炮去殺 水手三個 島上也有一個箱子 就撿一下好了 就撿一下好了 開低一點開低一點 開低一點 要爆鳥了 握到釀壘 放離什麼船才可以登上去 唔 咦 我記得之前搶到那艘船的時候 那個 繩索可以盪超遠的啊 就是好近 下船拿東西的時候都要下水 好麻煩喔 那邊那一艘我怕就不要管他了 好麻煩喔 好麻煩喔 滿煩燈的 難怪就說看火藥桶好了 喔 就是丟這個了 所以我也有 火焰! 那是一發迴旋炮就死掉了 再試試看 靜魂能的靠近陸地 這應該夠近了吧 喔 還是不行 來看這個信息是什麼 十八 我的搜尋 在我離開巴蘭後 我待在一艘船上 跟著一些水手在新印度群島旅行的一年之久 看遍了所有的雨林和岸跟沙灘 我只想找到一個徵兆 一個可以換回我記憶的地形 在路上我遇到許多對我友善的人 而且讓我用工作換取食物 就這樣我開始了解新世界與舊世界的人們 發現他們同樣擁有希望與慾望 旅行果然是增長見聞的最好方式 在經過13個月的流量生活後 我終於找到了我的目的地 那就是巴蘭村的觀測所的地方 這裡也觸動了我的回憶 我看到眼睛圖案後 我知道我已經到了正確的地點 我離開了海岸邊的夥伴 穿越叢林與深溝來到正確的地點 我被眼前奇特的景象給震懾了 就算沒有提示我也知道我該怎麼做 把手按上我原本就知道是個門的地方 我走進去後看到了東西 目前還不該公開讓事人知道 世界還沒有準備好要了解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聽起來就像是某種巫術 只有我的朋友巴蘭不這麼覺得 或許聖殿騎士仍然在外面追尋我的蹤跡 這錯字好多喔 好我想我們這期episode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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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看到